今天只要给大家讲一下 长焦反手弹怎么去用 你这弹这一下也受不了 随着跟你弯掉 因为我们长焦是不吃旋转的 比如说对方发的侧弦 侧上侧下 上下弦 它都是可以用反手去弹的 包括短球可以反手挑 长球然后去用弹 但是我们这个长焦 有一个限制条件 你的这个海绵像我一样 我这是1.3的厚度 如果说这个厚度 1.1或者1.1以上的这种 相对来说弹的话 好去用力 弹性会比较大 这种业余球友喜欢打这种 没有海绵的长焦 或者是说0.5 0.8 1.0这样的 那相对来说的话 可能也可以弹 但是很困难 很容易下网 因为它是不走球的 比较适用于防守型长焦 比如说磕啊 刮啊 拱啊 都可以 但是相对弹来说就比较困难 因为弹的话呢 可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前的这个邓亚平啊 还有福元爱啊 他们在比赛视频中 还是以弹机为主 然后磕球是他们对相持中 一个节奏的变化和旋转的变化 主要进攻手段和相持手段 其实还是反手弹机 每个人的打法不一样 像我反手也是以反手弹机为主 对方比如说拉高掉球的时候 不太容易去磕它 你这个时候球比较高 你就可以去用弹 把它这个旋转给压下来 并且你不会变得那么被动 你是主动地去进攻的 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长焦反手上弦球弹机的动作要领 那我们在弹机的时候呢 不能像反焦一样 拍面压得那么低 那因为反焦是可以制造旋转的嘛 长焦的话 你的拍面一定要稍微亮起来 大概是这个角度 你出手的时候也是往前 往前多一点 不要是这种撕球的感觉 你的前臂一定是带动你的手腕往前 手腕不要单独去动 一定是这种感觉 前臂绷住了 然后出手这一下 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 动作要小 要果断 然后就是重心的问题 在你跟对方上弦球形成相持的时候 一定要压低重心 因为长焦的出手要比反焦 这个撕球要稍微高一点 后往前推 推弹的这种感觉 你的重心如果太高了的话 你这样是打不了的 然后有种压着球 压着球去弹的感觉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长焦反手弹机下弦球 下拳球的时候第一我们的重心一定要更低一些 就是下拳弹机的时候就感觉你低到跟球一样高 就是一定要是去瞄球的感觉 等球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打球的高点 就是跳起来最高的这个点去弹机它 一定要瞄球 然后我们出手呢是在球的后边或者是比球稍微低一点点 然后去往前弹机 那弹机的时候呢主要是前臂发力 前臂去带动你的手腕去做这个发力的动作 如果你重心太高的话 你就会变成手在下面 球台或球的下面去 像反焦一样去拉球 那这个时候第一会出现 如果摩擦过多 球就会下往 球如果过去也是弧线很高或者很短 那没有旋转的情况下 对方直接就可以打你了 反手弹机的时候一定要重心压低 你的发力方向是从后往前 可以稍微放下来一点点 但是绝对不能放在球台的下面像反手拉球一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狠独的张大爷 那之前很多球友问我进攻型长焦下旋球该怎么做弹机 那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些演示 下旋球长焦反手弹主要是用于对方发过来的下旋球 侧下旋或者是搓过来的球 是一个很有威胁力的长焦进攻技术 弹机的时候呢 重心一定要低 然后击球点是最高点击球 击球前拍子要有一个明显的停顿 去压重心描球 出手的瞬间加速发力去撞击 大臂放松 前臂手腕手指发力 完成发力动作的瞬间 手腕要有制动 不能甩出去 一定要多一点撞击 拍行的话也不要太压 可以稍微立起来一点 太压的话也会下网 在机球前一定要往后拉拍子 要保证身前有空间才能发上力 不要把球拍放的太低 球拍太低的话 做动作的时候会往上 会形成一个自然的摩擦 要摩擦过多的话呢 这个球大概率会下网 要摩过去的球就会很高很短 大家好 我是你们狠独的张大爷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不带海绵的长脚如何反手弹击 我们在用这种不带海绵的长脚 去做弹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发太大的力量 或者是动作太大的去弹击 这个不带海绵它是没有弹性的 所以你的动作如果太大 那你的失误率会很高 而且像这种不带海绵的长脚 你越轻过去的球就越飘越怪 力量大了 过去的球反而没有那么下沉 在做动作的时候 第一尽量把动作做小一点 二就是我们的力量尽量稍微轻一点 以上抬率为主 因为像这种不带海绵的长脚 只要你过去 它的球就很怪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力量 去把球弹得很快很顶 只需要增加我们的命运率就可以了 这种不带海绵的长脚和带海绵的长脚区别 就是我们在弹击的时候 不带海绵的长脚 弹击的时候拍子可以稍微垂直 或者是如果球很转的话 可以稍微后仰一点 那带海绵的长脚呢 我们可以稍微压一点点的拍子 二就是我们在用不带海绵长脚做进攻的时候 可以稍微加一点摩擦 把手放的稍微低一点 在用带海绵长脚进行反手弹击的时候 我们要以撞击为主 尽量不加摩擦 因为它海绵是有弹性的 可以稍微发一点力把球弹击出去 对于长脚来说 我们的动作越大 那就越不稳定 尤其是对这种不带海绵的长脚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球 在我们的拍子上停留的时间太久 大家